好了,首先呢,我们教大家去画这个比较圆润一些的头发 就是它的,不是花里胡上,我们先教大家画这个柳花啊 我们的小姐姐参考已经找好了 首先呢,我们选择一个笔刷,这个叫做我们的普通色块平图用这个笔刷 选择一个跟它差不多颜色的一个颜色,对不对 OK,这个色,稍微的再黄一些,再深一些 我们先教大家画正常点的头发啊 要不然有些同学老说我是绿油油的 好了,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个盖盖撒,刘芳给它画出来 大块面的给它涂上来 好了,我们把这个剪影给它做出来 这个剪影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吧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吧 好嘞,完事儿 好了,有些同学说,耶,你头发刚开始是这么画的吗 对,是的,没错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锁定它的不通明度 就是点这个小型马赛克 点这里了以后,选择一个喷枪画笔 然后吸色了以后啊,按住奥特件吸色 斜着往下走 我们把它的暗面给它刷一刷 呀,这样画上去是不是感觉很焦 所以怎么办呢,吸色 竖直着稍微斜一丢丢 哎,这个颜色是可以的 放上去 我们把上面和下面给它一涂 大家是不是感觉到中间有鼓起来这种感觉啊 对吧,完事儿了以后呢 切换到我们的尖头19号 然后呢,吸这里的颜色 斜着往下走一点点 我们去做一个,我之前所说的这个小锯齿啊 怎么做 下面的,下面头发呢 是上面的开口小,下面的开口大 好,一个 我们看一下啊,这是不是有一根很长 很长,我们画上来 用尖头19号 这是不是也有一根 注意它这个造型啊 它是不是有点这样弯弯的感觉 好了,我们画一个这样的小三角 然后里面呢,继续画 这个笔刷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里面可以画些小的,很长的 然后上面呢,我们给它穿插一下 不要怼着画 是吧,这块来一个 画上去 然后呢,这是不是还会有一点 有个大一点的 画上去 一定要,上面的开口呢 就是尖尖朝下 对应的 然后我们这是不是有个分开的 是不是斜着的 OK,你给它斜着画出来 黑,涂上 然后呢,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些 象征性的 对吧,这块很黑 我们就直接放大笔刷 把这里涂深 放大笔刷 OK,然后我们再看看 是不是还有一些小的细节的 然后怎么办呢 我们就轻轻的给它画上去 对吧,这个笔刷 你在使用的过程中啊 在使用的过程中 我们锁定不动不动打开 我看一下啊 你使劲的时候 它这块会很粗 你轻轻的时候 它就会很细啊 所以这个笔刷 最适合我们画这种小刺刺了 好了 好,我们再画一些细节 这块是不是还有一些 这样的小小的 对吧,小小的 细细的给它画一画 而且大家在画的时候 不要平均啊 别同学就喜欢 特别平均的去画 这样其实不对啊 然后这个有个小 小分叉 我们给它调整好 OK,我们这边画完了以后呢 接下来做下一遍 下一遍是什么 西色 再深一些 因为还会有些 特别特别深的地方 所以我们把特别特别深的地方 然后再给它画上一遍 再特别深 有些地方有 有些地方没有啊 然后你也可以手动性的 去画一些 再画一些线条 就画在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还有更深的地方 啊,更深的地方 给它把节奏给它做一做 注意这个小小的刺刺的造型哦 有些东西就画着画着就画旺了 不要画旺 特别深 好,我们基本上差不多了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画亮的地方 画亮的地方怎么画呢 我们选择喷枪画笔 然后吸色了以后呢 我们把它的图 那个画笔的混合模式改为柔光 柔光 看好 斜着往上走一些些 加点暖色啊 刷上去 是不是有一点点的亮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颜色啊 有一点点 就是有一点点金黄的感觉 我们轻轻的给它调一下 刷上去 刷到中间 就让它这块更黄一些 更黄一些 然后呢 降低饱和度 给它刷点白的这种颜色在上面 刷上去 刷上去 刷上去完了以后呢 把我们笔刷切换到尖头19号 然后吸色 然后呢 我们去勾一些浅色的地方 把我们画笔模式改为正常 然后浅色的地方给勾出来 然后一定要新建图层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一个层次关系 发现了吗 所以你不新建图层 我们后期不好修改 所以呢 我们去新建图层 小毛毛 然后呢 也可以画我们的小小的三角形 一定要注意啊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画的是个三角形 对吧 或者说 大家可以说把它叫刺状形状 然后我们把这种地方给大家去 踢上来 然后呢 我们用涂抹工具 画好这个三角形以后啊 你稍微涂抹一下 这个地方没有啊 我们要顺着这个头发走 然后呢 里面的这种地方 画完这些小丝丝 小丝丝 对吧 然后涂抹一下 对吧 把你的涂抹笔刷 缩小一些 我们涂抹笔刷用的是 这个涂抹乳脚300啊 缩小一些 然后呢 哎 刷上去 然后呢 还有一些毛刺刺的地方 还有上面的 你可以画些 小三角下来 对啊 小毛 小刺刺 对啊 刺 刺为新画法 我们今天给大家起个新名字 亮的地方 放大一些 放大一些 好了 涂抹一下 如果大家涂抹工具 跟我不一样的话 证明一点啊 你没有用我们的工具 一设 是不是 所以呢 你这回要找一个工具 一设 然后细色 我们再把周围的一些地方 给大家做一些调整啊 细色 对吧 毕竟会有个小刘海的这种状态 在新的图色上去画就好了 好 我们继续 然后呢 把这种小毛毛 画一画 再细这个颜色 把它这个分开的小毛毛 给它画出来 涂抹工具 涂抹一下 我们仔细看一下 是不是有一个分组的样子了 然后呢 我们继续啊 斜着往上走 调整颜色 把这种里面的一些小线线 画一些 大家注意啊 千万不要 你特别特别的放特别大 一丝丝丝丝丝去勾啊 这样是不对的 这样 我们把笔缩小一些 然后呢 去勾一些 在亮面里面去画一些 暗面 在暗面里面画一些亮面 细色 对吧 不停的去调 我们很多画画啊 不像是画写实 对吧 不像画非常写实的那种东西 它非得一丝丝丝丝丝丝丝 勾成一样的 我们现在很多风格呢 都是接近于这种 比较尾厚图一些的 所以呢 大家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画画 是吧 还有这边的小面 小线线 好 我们仔细看一下 是不是 有一点点头发的感觉了 然后呢 我们继续啊 再做一些更细的丝 在里面 我们可以把画面稍微放大一些 然后让它的发丝更多一些 使点劲 把发丝给它画一画 然后呢 底下可以稍微的合个层 对吧 我们这边已经基本上差不多了 如果你要改的话啊 你就可以不用 你要改的话 你可以分涂层 不改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一个涂层去画 然后我们用涂抹工具 给它涂抹一下 然后呢 用橡皮工具啊 橡皮工具用的是我们的平头19号橡皮 然后呢 我们稍微的给它 把该画的地方画一画 好 边擦边涂抹 为什么我们流海的地方会比较需要 所以呢 就涂抹一下 让它有一些阴影 有一些空白的地方 边擦边涂抹 然后手动去画一些发丝 这样涂抹下来 然后呢 别的地方也是一样的 头发一定要有虚实的关系啊 好 那我们继续啊 把有些发丝 亮亮的发丝 再给它画一画 然后这回画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肆意望为 随意一些 干亮的地方 好 涂抹一下 因为记得啊 头发千万不要特别的锐利啊 什么叫锐利 扎人的那种感觉啊 稍微的少一些 对吧 所以适当的要有一些涂抹的这种效果 它会有一些比较亮的地方 比如说这根它就比较亮 然后我们就在上面去排一些丝 排一些丝 然后呢 再画些暗面 小一些笔刷 一定要画完暗的 记得画些亮的 画完亮的 画些暗的 你想让你的头发细节多 你就要多做一些这样的 小刺刺 对不对 因为我们前期画了一些 我们再补充一个小三角 小刺刺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有头发的这种感觉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 尖头19号 继续做一些 毛发 继色 重色的毛发 毛发 使劲一些哦 使劲一些 一定大家要注意使劲一些 好了 完事了以后呢 我们Ctrl加L 调一下它的关系 亮的地方可以再亮一些 暗的地方可以再暗一些 或者是 整个的灰度啊 就让它稍微的 没有那么的深 然后我们用Ctrl加U 进行一个颜色的调整 那你可以调整成 你想要的颜色 把这个色 调一下 调一下 完事了以后呢 我们去给它打个光 选择喷枪 然后呢 选择我们的柔光 再让它 该暖的地方暖一些 对吧 该冷的地方 我们就稍微的 让它冷一些 锁定不透明度哦 要不然我们会画出去 更加的暗 更加的暗一些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再 使用尖头19号 选择颜色简单 我们再画一些 比较亮的发丝 吸它的固有色 画一些比较亮的发丝 因为会有些 特别不乖的头发 飞来飞去的 对啊 飞来飞去的 因为咱头发的生长 就是这样 千万不要这样 横着走啊 没有头发这样长哦 一定要顺着 我们头发的这个 结构走 对吧 哎 好了 我们这个就完成了 接下来教大家一招 就是我们PS脸啊 就是我们在 LuaRu里面 经常使用的一个 让这张画 看起来很有立体感的 一个效果 我们复制三个 Ctrl加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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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三个 然后每一个图层呢 给它把双击控码的地方 把我们的RJV 对吧 勾选 把后两个不勾 点击确定 然后呢 下面这个图层呢 一二 一三不勾 勾第二个 对吧 在下面这个呢 对吧 前两个不勾 勾最后一个 然后勾完了以后 上下左右挪动一下 对吧 上下左右挪动一下 我们按V键啊 上下左右 给它挪动一下 会有一个小小的边边出来 对啊 稍微的挪动一下 对 让它有一个这样的效果 如果你挪得多的话 你可以往回走一走 不要让它挪动太多 对啊 挪动好了以后呢 我们三个图层 包括最后一个 进行合层 对啊 选择第一个 再选择第二 Ctrl加E 我们创建简天文版 把它丢进去以后啊 我们再合层 你会发现边缘 就没有这些东西了啊 然后我们Ctrl加E 合层 然后关掉啊 关掉 看好 是不是就没有边缘 干的黑线了 然后我们再使用一个叫做 锐化 叫S USM锐化这个东西 我们进行一定的锐化啊 那看着更加的 看这个这个预值呢 我们不用去调整 我们只需要调整这个半径啊 半径让它锐化一下 那锐值一条 你会发现就那个什么了 我给它锐化一下 稍微的来来一些 好了 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来这个头发上面 去增加一个杂色 添加杂色 然后给它稍微的 加一些些高丝 平均分布就可以了 加一些这样的小小噪点 好 我们看一下啊 这我们经常 露啊露 你所看到的那种材质的感觉 就是这样子整出来的 好了 那我们的这个流号 就教大家完毕了 那接下来来教大家 教大家一个与众不同的画法 就是我们画这个卷发怎么画 也可以用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方式去画我们的头发